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特长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跨境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跨境特长背后的案例商机 今天是2022年的2月10号 就刚上班了每两天 就在前天,就是2月8号这一天 国务院刚刚宣布了另外一个 可能是,应该说未来5年10年 会进一步改变中国进出口的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占有27个城市和地区 被设定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加上之前的105个综合试验区 到2022年的2月10号为止 中国已经有132个跨境电商的综合试验区 尤其是广东省有全省覆盖的 我的天,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个时代的巨轮已经驶到了我们面前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话题 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所带来的影响及变化 以及它在2022年的时候 对于我们这种多渠道出海的朋友 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那首先一点呢 我们必须来回顾一下这个里面的27个城市了 这个里面的国务院的这个 这个国汉里面这么说的 像这个 阿尔多斯,扬州,镇江,泰州,金华,周山,马鞍山,宣城,锦德镇,上遥,资博,日照,商阳,韶关,扇尾,河园,阳江,清远,潮州,接阳,云浮,南配,眉山,等等等等等等的27个综合试验区 那这个里面就是特别特别有事了 那当我们在2月9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 2月8号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在圈内有不同的朋友给到了不同的意见 这个有广东省的朋友就说了 哎呀这个广东省全覆盖了 再加上这个RCEP的日子函 这个零关税的利好 广东的这个出口 进出口要再上一个台阶了 而像福建的朋友呢 看到以后就第一个反应就是 哎那福建怎么就没有了 前面这一批的情况是什么样啊 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变化吗 有什么支持吗 好像相对来说 福建的朋友反应比较淡定 对吧 那像浙江的朋友就不用说了 浙江整一个跨境综合试验区的这个政策也好 其实在全国是走的比较猛的 对吧 然后这个整一个的这种大胆 这个这个这个深度呢 也是很多跨境电池商综合试验区是覆盖不到的 然后又有朋友问我们了 说阿米啊 你看啊 这个广东省都全覆盖了 那像你们这样的跨境出口 这个行业知乎的话 那以后都不用出省了 你不用担心这个 这个行程码担心的问题了 大概原因是这样子了 因为我最近已经好久没有去深圳了 然后本来是打算开年呢 去深圳继续去做内容 然后去见一些朋友 也会有一些商务合作上的一些洽谈 然后因为自己这个这个还计划去在省外 有一些这个活动 那这个就会比较担心 但行程码担心的话会怎么办 然后我们的朋友就说阿米啊 你行了 你不用搞了 你看广东省全覆盖了 你别担心什么形成码 就在广东省那活动走就好了 我听的呢是又好笑 又又又又悲伤 为什么呢 这个疫情呢 其实很明显 就看到未来还会持续的数年的 甚至更强时间影响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 包括我们这些平民小百姓 平民在跨境出口电商的朋友 那从跨境出口电商的行业来看 肯定是对这个行业是利好的 因为线下的这种全球范围内 都是属于还是比较缓慢的恢复 那这中国可能还好一点 因为整一个的这种动态清零的这种政策 积极积极抗议的方式 那相对来说可能是 那像美国对吧 像前两天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消息 是这么说的 这个拜登政府对吧 刚刚应该三个三个好消息 两个坏消息跟一个笑话 三个好消息 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干掉了 那个ISS的第二代的所谓的领导 第二个是整一个就业创新高了 因为这个拜登政府不再发钱了 然后也躺平了 虽然说我们每天看到 美国的疫情都是一片红 已经到一片紫色发黑了 但美国现在基本上是躺平了 虽然说两党之间 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还在不断的这种 关于抗议论题还在去做争执 但事实上美国已经选择躺平的方式了 就是八十万人好 一百万人好 这是更多人的这种伤亡也好 对美国政府 甚至美国的这个民众来说 他只能去躺平了 他没办法再去走回头路了 所以这个整一个就业率 在整一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四季度 包括一季度整个数据来说 拜登政府算是有个好消息了 但是呢 同时也会看到一个点就是 这些就业率上升 从原来的百分之十几 到百分之四十几的这样增长 具体我不太记不太确定 是不是我得回头再查一查 就是这个整个就业率上升 会不会缓解现在 我们以最大的跨境出货电商 单一市场的这个情况呢 比如说我们的最直接的航运 对吧 这个多色联运的物流 比如说我们的整一个的 本地末地的末程美程度派送 比如说我们的海外仓 比如说更多的消费支持 因为原来这个美国人 都想着政府发钱 发钱发着发着 现在不发了没钱买了 没办法就慢慢买了 这个进超机也扛不住 这样疯狂的这种 这种疫情扩散了 那在这个时候 当这个更多的美国人 去回到工作上去的时候 那总的来说应该是利好 那至于另外什么 两个坏消息跟这个一个笑话呢 我就不说了 那些都是一些题外话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再摆脱说说 拜登政府的三个好消息 两个坏消息跟一个笑话 那为什么讲到这个事情呢 又跟我们的跨境地上中市区的这些扩张 或者说进一步的扩充有什么关系呢 那首先一点 所有的跨境中和收集区 它其实都是在原来这首批 第二批跟第三批这一批 一波一波的 这个105个跨境地上中市区的 这种成功经验上 去不断的去实践复制 去做创伤 那以我们所观察到的 那几乎所有的跨境中和收集区 它都算是一个对整一个中国进出口的一个经济的双向 进口出口双向的一个改造 一方面中国是现在第二大的 也是应该算是全球最稳定的一个单一消费市场